字幕提供 沒有一段關係,是無條件付出 我是皓嵐說的 不適合聽的話,你想聽嗎 愛情跟踏單車一樣 不跌過是學不懂的 當有感覺就要衝 感情問題一律建議分手 知道有甚麼事了 兩位大明星 你今時今日就算有頭有面,有人認識 但回想起當年你們未認識時 會否都像現在這樣偶像包袱 其實我從來都不會 偶像包袱之下,我做綜藝時有 但外出其實我真的沒有 很多人都說明星出家 一定會戴帽子、眼鏡 其實我不是 我只是沒有洗髮便會戴帽子 沒有化妝便會戴眼鏡 我絕對有這個偶像 我自己給自己偶像 但不知為何我說出來 其實我戴偶像是沒有人會相信 我也不相信 我跟我很想戴偶像,大家都戴偶像 為甚麼?因為你經常戴帽子 為甚麼?很害怕別人出街認得到 要避開的 其實也很害怕別人出街認得到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化妝 不想別人認得到 出街認得也不是問題 如果你跟別人拍拖 出街認得到,你怕嗎 如果是我男朋友 我會光明正大地拍拖 我很專一 如果你要讓我選擇 在這行業不讓大家知道我拍拖 跟出街沒有可以拖手 我一定要出街拖手 對… 拍拖 無論是甚麼職業 我出街要怎樣拖手 對,很甜蜜 你出街不能拖手 那你怎樣拍拖 除非我男朋友很紅 他說算了,要我出街 叫我低調一點 我唯有接受 否則正常 其實我拍拖不介意給別人知道 但今天你的朋友有明星包袱 其實是三位,現在只剩兩位 而今天請上來的嘉賓 好像跟那位有包袱的 口罩小姐冠軍有關係 是嗎 有甚麼關係 他也是口罩小姐嗎 我不知道 但他曾經跟一個… 我會定義為… 不要我定義 別人定義為欣聲… 不是很多人認識 但他覺得自己有很多人認識 外出做所有事情都很有包袱 這不是問題 你對自己有要求 但他對這位女生一樣差 女生都欣然接受 Liz,29歲,無特兒 目前戀愛中… 你好,Liz 你好 聽說你是跟那位 自以為自己很有名的歌手拍拖 對 是多久之前 很久了,應該有六、七年前 六、七年前 當時你跟他在一起時 他已經很紅,還是已經沒了 當時他已經沒了 而且當時他捧他的公司 其實現在已經沒了 他比過紅 真的比過紅 是歌手嗎 他自己覺得 對,是歌手 那是他自己覺得他很紅 還是你也覺得他當時真的很紅 他跟我一起時已經不紅 之前就… 但你小時候 聽過他的名字嗎 有…聽過一下 聽過一下?也有些人認識 其實他不是自以為是 他曾經有名氣 但可能之後就沒了 但自己不發覺 你知道… 沒了,自己不發覺 男人的節衷心很重 其實聽你的聲音也非常熟悉 畢竟一年前也經常聽 不如開個罩來看看你甚麼了子 我就知道你已經有甚麼了子了 你好… 你好,Liz Liza,你的歌手前男友是怎樣認識的 你是否是他支持者 然後他吃支持者的基本食物 那時是出去喝東西 然後身邊的朋友說 這是個好男生,真的很好 然後就叫我試試 那時差不多一年沒有拍拖 就覺得不如試試認識一下 很乾淨 對,很乾淨 立即想看到兒子 別人的介紹後就立即衝 對 你衝完就立即接受了,還是怎樣 而且當時他唱歌也覺得有才華 我覺得挺吸引 所以當時… 因為未認識過一些唱歌好聽的男生 當時他表現得自己很謙虛 好像很斯文 有點內斂 所以覺得好像也不錯 而且真的乾淨 乾淨,很快就在一起了 很快接著 對,也是乾淨 其實不存在他追求你 大家追求大家很快就在一起 大家都乾淨 大家都乾淨,對嗎 可能是… 當時追求你時,你說他那麼謙虛 他應該不覺得自己很紅、很囂張 他當時沒有表現得很紅或很囂張 只是他有時喝醉了酒 之後他就會開始… 就會說以前很紅 以前有很多支持者 然後有公司租屋給他住 然後可能… 公司租屋嗎?我們公司沒有 你不夠紅 你很囂張 不是,開玩笑而已 這樣跟他沒有房子吧 以前的年代 原來紅的藝人會公司租屋給他 還有很多廣告或其他東西 當時的年代應該沒有現在 沒有你那麼多廣告 沒有廣告、沒有社交平台 但公司給他很多支持 是重點培訓的藝人 對… 在公司中是歌手 他只是發酒瘋才說 其實他正常跟你相處 完全不會說這些 以前很厲害,公司得到很好 不會這樣 有時會說一下 會說懷念自己以前… 懷念過去 對…說自己有開演唱會 又有很多節… 開演唱會這麼厲害 小的演唱會,不是紅館那些 這樣也算是開一幕會 但他是軟式的口吻 還是覺得很威豬的口吻 他是新的 當時我怎知道是怎樣的 我很討厭這類型的人 別說是男人還是女人 總之不斷拿著自己 最光輝的時刻 想當年 不斷說… 我經常覺得別浪費你的人生 你現在絕對有能力 去創造另一個新的… 你不斷說到以前 你的人不會進步 尤其是當時他多大 我想當時26、27 對,你26、27也有奮鬥 對嗎?重新來的… 如果是圈來說,不算太遲 我已經28歲,對吧 我26、27也未入行 26、27還有很多機會 當時你有否鼓勵他 跟他說甚麼 其實你別想以前的事,放下 你應該向前衝 你說以前的事有甚麼用 有的…當時有鼓勵他 因為當時直播剛出現 我說你不是直播,唱歌也好 而且當時我跟他說 你一天做運動 雖然你的樣子不太行 但如果你放了電腦 可能也能吸引到這些人 但他也沒有… 當時是當模特兒 不是一個KOL藝術師 只是平面拍照嗎 對… 當時你有否有幻想 說這個人是歌手藝人 很棒,他跟他拍拖 會否有遐想 也沒有,因為當時他不是很紅 其實他每天都在家裡 吃飯後睡覺 晚上出去喝酒 所以也不會特別跟明星拍拖 但他哪有… 他當時已經煤到完全沒有工作 對… 但有錢喝酒 對,就是為何他有錢喝酒 因為當時他簽了公司 也有底薪的 所以他有少許錢出去喝酒 我想問你跟他除了晚上喝酒外 外出有拍拖、拖手 他沒所謂,還是他有包袱 他沒所謂… 有被人認得嗎 有,試過被人認得 紅貴哥,應該有很多粉絲才對 當時也多… 即使他沒了之後 也會有一群呆黑粉絲 會繼續支持他 有這些事情嗎 也有些是… 支持他的粉絲,也有 那他對他做甚麼 或是會罵你 這個醜女跟我老公拍拖 死吧,有這些事情嗎 當時有在社交平台留言 當時我們鋪合照 有一個粉絲就會說… 例如說我發酵、為何黏在他身上 你有否很難受 跟一個有粉絲的人一起 粉絲原來會攻擊你 沒有,那就說吧 我沒法攻擊 對,反正你是正印,怕甚麼 他的生活費其實不多 還要拿錢出去喝酒 你們怎樣拍拖 沒有,還是在家裡煮飯 因為他會煮飯給我吃 他會煮飯給我吃 那你覺得很甜蜜 那時候也覺得很甜蜜 因為他煮飯有挺好吃的 對,有挺好吃的 可能真的沒有甚麼要求 我想問一下 其實煮飯好吃是否一個優點 當然,因為我本身很難 如果有一個人煮飯又好吃 最好是你洗碗 我吃得飽,碗又乾淨 何樂而不為呢 很差勁,煮飯給你吃,別人洗碗 你很甜蜜,你煮飯就我洗碗 我可以,當然如果他有責任 不洗碗就很甜蜜 好…回到Liz 你說叫他有點上場心 拍攝影片、做健身 他沒有工作 每天就是很微懶的生活 對,有經常吵架 但又不太跟他… 我又沒有不停推動他 因為當時我很忙 我都要經常外出工作 所以我沒有時間推動他 但我又鼓勵他,叫他積極一點 不要經常在家裡 你這樣說又令我想問兩位 大家都在做這一行 假設你將來認識另一半 也是在做這一行 那一期很忙,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另一半剛好就在休息 其實我覺得相處上年也挺難夾 但絕對明白 為何有些藝人說 你拍拖,選擇同一行拍拖 因為他會理解 你作息時間也不一定 你工作… 可能你今個月很忙 下個月就很空閒也行 大家會理解 反而如果你跟一個行外的人拍拖 他會回朝九晚五 他本來不明白你的工作 為何你經常這麼晚 我其實也不會不明白 我寧願他回朝九晚五 起碼他的生活圈子 不像我那麼多姿多彩 我當然寧願我開心 你在家裡等我吧 我不會優先選擇一個行內的男生 因為我沒辦法接受 他跟女生很親密拍拖 但我不可以不跟行內人拍拖 我發現 為甚麼 因為我曾經試過一個男朋友 剛入行,比較多工作 然後有一期突然間休息 他跟我說為何你不上班 我說因為我正在放棄 然後他便說你可否上班 我覺得你這樣很垃圾 你每天在家裡沒有人生目標 他說這番說話,他更垃圾 不斷說… 然後我就覺得你不明白我了 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這行業不是你努力了就一定有 是要等機會 你努力當然是其中一件事 你天望巨星 也不是每天都要工作,對吧 這種感覺很難受 對,行外人真的不明白 他會否很自卑 看到我女朋友每天都要上班 但我身為一個曾經當紅的藝人 我竟然甚麼都沒做 只是煮飯給他吃 他沒有… 竟然沒有嗎 對 他自尊心又不是這樣大 他有甜質吃軟飯 有這種感覺嗎 對 因為你一定會賺錢 賺得比他多 那時候是… 他想吃軟飯嗎 對… 為甚麼這麼說 因為他原來是一個負債累累的人 因為他一向是一個負債累累的人 對… 你以後可以賺錢 然後可能是有時… 我記得有一次我接過一個工作 可能是廣告的,幾萬元 然後我現在跟他說 他很開心,還有一個廣告 然後他就說,那你會賺錢給我 他只是說笑而已 我當時也是這樣想 然後我就沒有… 我又無法給他甚麼反應 然後我就沒有出聲 但他會否有甚麼… 例如平日拍拖消費 他會叫你付錢 有時會的 而且當時他生活太困難了 後期跟他的公司結婚後 他簡直沒有收育 我當時看見他好像很慘 然後我就會把錢放在銀包上 可能他有時日常生活 可能會去買食物、用品 奇怪,沒有錢用出去消遣 我真的第一次見問 很多人都是這樣 其實借錢的問題挺嚴重 跟誰… 因為當時… 跟誰借 問我借 他主動攀手包問你借 他問我借 然後他也問其他朋友借的 還是你還那幾萬港幣廣告費 他就直接問你借那幾萬港幣 但他經常會說 因為當時工作時有些合約問題 他欠了一間… 總之他負債是三、四十萬元 其實當時他已經問了 他一個好朋友借了錢還給那間公司 但他之後跟他的朋友翻臉 但他也要還錢給他的朋友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問你不如把錢還給我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 我們就出去工作 我們就在家裡煮飯,照顧兒子 他真的夠僵地說 其實他的包袱也不是那麼大 他已經放下了電池 原來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不太大 除了錢、錢的問題 他還有其他壞事嗎 當時他騙著我 原來他有小朋友 一起去之後才知道他有小朋友 一起了多久,跟你說 我想一個多月 小朋友是… 哪來的 為何突然跟你說 其實很難突然說出口 因為當時大家在嬉戲 然後他… 嬉戲是甚麼 嬉戲是情侶之間的嬉戲 即是大家在嬉戲的時候 不…情侶之間的嬉戲 然後他就說 如果我有個小朋友,你會怎樣 當時我還以為他開玩笑 然後我還很開心地說 難道你有個女兒嗎 然後就說,我有個兒子 然後我很惡言 原來你有個兒子 但你又沒有跟我說 因為我沒有經歷過這些事 我不是說你有個兒子 我就跟你分手,不是的 但我覺得你起碼要跟我在一起 之前要先說清楚你的狀況 他會暈得那麼少 還要問你的腦 那兒子不用負責任嗎 兒子的媽呢 對 小朋友是媽媽照顧的 但他也給兒子一點生活費 他們是有結婚還是沒有的 他們沒有結婚 因為其實小朋友的媽媽 當時認識她的粉絲 然後就拍拖 然後生了小朋友 她的粉絲也算是這樣的 是吃粉絲的,是大忌的 對 當然不小心弄大別人的肚子 不小心弄大了粉絲的肚子 可以這樣說嗎 你可以這樣說的 大家要安全一點 大家知道嗎?193安全一點 不要吃粉絲 我不想將來你兒子上來… 我兒子上來胡說話 我正當主持,你又訪問他 他把兒子坐在這裡 你覺得你爸爸怎樣 我爸爸是戰男 其實上當年搞大了我媽媽的肚子 她的外形有點高 曾經紅過一刻 曾經紅過一刻 這行是大忌,吃粉絲 我明白是一個很大的引誘 可能有些粉絲比較漂亮 或者對你很好 你會不小心動我真情 我不會 因為我的粉絲比較醜樣 我想問你喜歡醜樣 但這樣就開剩你的吧 我喜歡醜樣 你之前說過你不喜歡漂亮 我不喜歡漂亮 不代表我喜歡醜樣 麻煩你教清楚 你自己定義嗎 我想問你有否跟粉絲交換聯絡 沒有…絕對不會 我明白之間需要有距離 如果你曾經遇到一個粉絲 接近你喜歡的那種類型 這件事我會再想想 沒有嗎 她不是 先回來… 你的前輩子吃完粉絲,生了兒子 跟你說你那一刻接受了 其實沒得不接受 對,沒得不接受 那怎樣?之後他… 每個月都要付善養費 其實是你付的 他僅餘的錢 因為之後是他家人再付錢 然後他再付錢給小朋友生活 他要他父母付錢給他 對… 攻擊廢查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跟這些人在一起 你有多愛他一個月 如果你跟一個人拍拖一個月 然後他就跟你說 其實我有個兒子 而且是我跟朋友生的 沒有結婚,你們會怎樣 我看我挺喜歡的 我主要是看男生是甚麼人 如果你本身沒甚麼用 你又賺不到錢,但你有個兒子 我會覺得你整個人這麼差 你又不做好安全措施 搞大了別人的肚子 然後你現在整個暈倒沒有工作 簡稱是廢柴 我為何跟廢柴在一起 除非你事業有成,你照顧到自己 你有個兒子,我管理你多少個兒子 你做得好自己… 你能付錢,他支援他 對…我覺得你還可以 否則我覺得你整個人很差 然後我跟這樣的人一起 我會覺得自己有甚麼事 對,如果你的表演好 你有個兒子,我更開心 不用我生,現成有一個 你這麼想,這個想法挺有趣 他還要離開,還要修身,還要保持 但如果他是一個正常人 有個小朋友,我會很開心接納他 我也會接納他,但我也會想生一個 其實他跟這個支持者一起吃 我會操作一點吃的支持者 他會否有其他吃過不同的支持者 才攪拌這個肚子 其實很多人沒有讓他攪拌 你知道嗎 到一起,可能四、五個月時 就開始聽到身邊的人 有人跟我說 他以前有…可能吃過化妝師 身邊工作的人 對 就是以前的 即是那些 即是他很色的 他很色的,對嗎 如果不太色 你就不會到處吃身邊的所有女性 他有否曾經說過自己… 我有很多女兒 我這麼紅,我一定有很多女兒 你會說這種說法嗎 有…喝醉後就會說… 在幻想 以前有很多女兒 排隊等著讓我做 很誇張 既然他有這麼多壞事 你如何忍受到他 最後為何才結束這段關係 其實我當時忍受 是因為我一直覺得 你不用太有錢 如果你現在面對逆境 不是每個人都能站起來 我覺得也不太重要 我便在你身邊支持你 之後打到後期 他真的有點過分 可能有時會吵架 他又會動手 動手嗎 對,動手 但他動手的程度是自己打牆 還是他會打你,還是會做甚麼 撞頭埋牆 這樣… 當然是打你 對,他撞你的頭埋牆 這個已經是一宗案件 即是藝人也不應該這樣 而且吃軟飯不稱職 正常吃軟飯就乖 你應該像牛郎 吃軟飯應該對他很好 對,叫你頭埋牆 你撞你的頭埋牆還吃軟飯 神經病 很沒用 而你又繼續接受 因為他不斷地道歉 我想問他打你 除了撞你的頭埋牆 有否做其他事情 也有動手,但沒有撞頭 可能有身體的碰撞 應該有,如果一個男生跟你拍拖 不管他是否藝人 任何人都好 如果跟你拍拖 他動手,你已經可以分手 對 最終的導火線是怎樣分手 最後他跟我說他在香港 真的不行了 他要回鄉下 他要回鄉下 回鄉下,回鄉下 對,回鄉下 而且他說他一直沒忘記 接受他之前的女朋友 然後就沒有了 我還以為他叫你加回鄉下 當時我有想過 覺得沒甚麼所謂 覺得嫁雞除雞 他叫你又借幾十萬 讓他回鄉下,起動樓 其實你也是個好女生 我跟我一起了多久 當時我小時候就覺得 我選擇了跟這個人在一起 我就要盡量我的能力付出 你當時是多少歲 21歲 他就是26歲 21、22歲 你維持了多久 我跟他一起半年 當時他跟你說人分手 他就馬上回鄉下了嗎 真的回來了嗎 對…但他還欠我錢 現在大陸台會看到他嗎 現在不會 我聽朋友說他好像在鄉下結婚 好像再生了一個小孩 但我不肯定… 但不是在做這行業 不是在做藝人表演嗎 應該不是… 人家現在在吃軟飯 可能是回鄉下結婚了一個有錢的女人 然後就… 不肯定生了一個兒子 然後就出來了 現在很努力地吃軟飯 無論如何,其實已經猜過了這麼多年 你現在已經一百年多了 都成… 對,幾十歲跟你一樣 你都放下了他 只不過他在心裡留了一條小小的刺 當作是買了教訓 你今天收到半年有甚麼禮物嗎 有 收到沒錢的 有一個… 情侶戒指 現在是一隻的情侶戒指 就是你那隻嗎 現在…不…這裡 對,就是這隻 有黑名嗎?黑著甚麼 Lis、BB、絕豬 沒有,沒有黑名的 沒有黑名的 純粹是她普通買了一對情侶戒指 然後… 這些… 當時有帶 林立的有危險 我會常收留下來 在旺中潮特買的 情侶戒指 還不加50元的黑名 不是,有牌子的… 有牌子的… 但也很便宜 KanB,今天謝謝Lis 謝謝你上來分享這麼可憐的故事 也祝福你和你的男朋友 可以美滿地生活下去 如果家庭觀眾有任何愛情疑難 歡迎WhatsApp去62001906 錄音、打字也可以 亦可以電郵到以下網址這裡 有專人會回覆你們 請你們上來 坐在Lis的位置 數照你們的前輩